这两个料子啊 这一款是大概给我们寄过来的 首先给大家看一下第一块料子 就是达木坎的水石料了 还有带一点点的色 然后皇屋呢包裹的还可以 典型的皇家绿的 然后皮克还包裹的还装比较完整 那唯一的就是这个料子 它里面的肉质比较粗一点点 因为它有已经呈现出来了 然后第二个料子就是这个了 比第一块的品质要弱一点点了 然后上面飘一点点的那种种水 然后形状嘛也不怎么规整 体材啊粉丝就交给我们层层设计的 第一个我们所设计的体材就是皇家绿这一块了 叫神龙副主 然后这个人物的位置 我们就做的比较Q版一点点了 然后利用设这个位置 做一个小孩的那种佛像 利用这个厚的一点点的那个位置来做龙头了 然后龙是这样子盘舍过来的 然后龙座把它姻缘在这个位置 然后下面我们就把好的皇物 引伸出来做龙生 然后像这个白豆已经呈现的位置 好到时候我们把它露一点点 把那个龙的空间感给它体现出来 然后后面的位置 好我们就是把龙的尾巴给它衍伸过来 做一些的山水跟前面的体材 好相匹配起来衔接起来 第二个体材好大家就有点少见了 就是龙虎开天了 然后利用上面的水路的位置好 我们做成云彩就代表了天了 然后下面的这个带皮的这个位置好 我们做一些石头就代表了地的 人物的位置好就设计在这个位置了 然后举着一个斧头 然后因为料子的厚度好比较厚 然后所以说我们人物包括上面好准的位置好 我们就做的比较的立体 然后这个设计头好给粉丝看过了 他也比较的忙意 接下来呢我们就直接准备开工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粉色奶料加工的旁白 还有神轮富足抛光完成了 在自然观下面给大家看一下 起货的效果 首先给大家看的就是 堂鼓开天 这个体材也是粉丝提供的 然后下面圆皮的位置 我们是保留着的 然后人物的位置 我们利用中间这个好的位置 设计了一个人物 上面我们做的一些的云彩 上有天下有地 然后背面的位置 我们就做了一些的山水的点缀 把有棉的地方往下面压一点点 然后做了一些的山水 把这个有棉的地方 我们过渡一下 做了一些的树的结合 另外一件 也就是这件神轮富足的 然后这块料子 它的那个棉 就比较重的一些些 利用色的这个位置 我们所调刻的就是宝宝佛的 然后下面的位置 刻了一个轮盘旋过来的 然后因为这个料子的黄雾 相对的比较薄一点点 在调漏的过程 我们也是敬意的去保黄雾的 这两件作品的起货效果 我也给粉丝看了 然后他也相对的比较满意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就打包发货了 这期视频就给大家展示到这里了 我是石掌贵陈芬 我们下期再见 哎呀 一个难得去评价的雕刻石而已了 记得关注我 温暖 我 我 我 że 我 感谢观看